比如我一直在批评念佛 但是我更希望 每一个人随时都在念佛 这个就是你很努力 念之在之 但是你用的是清净心 不是用的是 有所得的妄想心 我们现在常就念 但是那根本出错了 前面你不是讲了吗 这个心如果不清净 你做出来通通不对了 通通是不对的 所以要从不对改成对 什么是对的 往心那边去靠 去收射就对了 往意念那边不断的强化 就错了 那不断的造作 然后又用颠倒妄想心 那不仅仅没有道理 根本就是业力 而且业力是污染的业力 不清净的业力 所以招感的当然就不如理的果 所以我们也会发觉 这个人很会布施 而且很会随喜功德 很会念佛 很会参加各种法会 什么他都来 为什么 好像看起来一辈子都很惨 那个不好的东西 专门在找他 这个绝对有 有他的因缘 可能是他的东西错 然后我们话又说 一个人如果不断的在这种 恶业恶报里面存在 然后你又发觉他没事 你会对他觉得怎么样 你会把他认为他很凄惨吗 很悲惨吗 不会 你会觉得 哇 这个人真的有定力 这么悲惨的事情在他身上 他还弄如如不动 这个就是修行 不是修了以后就没有这些东西 而这些恶报 大家看起来不太好的东西 到他身上来 他没事 不断的他在演戏给你看 这么大风大浪来 我还是能够不被埋没 我还是一样慈悲 一样的柔软 一样的每一个念头都清清楚楚 这个就真正的示范 所以不是我们修行了以后 就一切都要如意 不是这个样子 如那个意是如清净心 不是如你的意念 欲望那种意 好